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与后天的培养息息相关 所以说高情商的养成是十分必要 同时又是可能可行的 好了 小朋友 听小故事长大智慧 我们的精彩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 高级情商一点通 我们在喜喜和生活中 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了解自己的长处和能力 找准自己的位置 不能盲目攀比 简单崇拜 否则只会徒增烦恼 一事无成 在屋顶跳舞的驴子 很久以前 有一户人家 养着一头驴子和一只猴子 驴子每天拉末 主人卖面粉养活全家 而猴子什么也不干 一家人没事时 就一起逗猴子玩 有一天 主人磨了很多面 驴子实在太累了 等它闲下来时 天已经黑了 主人一家正在吃饭 那小猴子上蹿下跳 对着人们几眉弄眼 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驴子心里不高兴了 它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自己每天磨灭 累得要死要活的 主人从来没有对自己笑过 有时主人还用木棍打 而猴子什么活都不干 全家人却对它笑嘱掩开 驴子越想越委屈 第二天 驴子就闹起了情绪 主人让它拉木时 它慢吞吞地走着 有时还停了下来 这可怕主人气坏了 拉住它一顿暴打 没办法 它只得用卖力地拉了起来 消极带工行不通 驴子只好想别的办法 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 终于有一天 它看到猴子在房顶跳舞 逗得一家人笑声不断时 毛色顿开 原来主人喜欢猴子是因为它跳舞跳得好啊 驴子心想 我拉木都会 跳舞还能不会吗 这时猴子在屋顶跳完 刚刚下到地面 驴子就顺着矮墙爬上了屋顶 它极力模仿猴子的样子 在屋顶跳了起来 一时间 只见屋顶瓦片乱飞 成土飞扬 整个院子一下子乱成一锅粥 驴子越跳越起劲 还扯着嗓子唱了起来 把主人家的小孩子吓得哭叫不止 驴子这边忘情地跳着 没想到主人一顿乱棍 把它打了下来 驴子委屈地对主人说 我跳得这么卖力 为什么还打我 主人气愤地说道 你真是头蠢驴 你爬到屋顶干什么 你跳什么跳 你以为你是猴子 别忘了 你是头驴 你的工作是拉末 拉末 拉末 明白吗 猴子上村下跳 能逗乐别人 可驴子如果爬到房顶去乱跳一通 就滑稽可笑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作用 一味羡慕别人 模仿别人 不但体现不出自己的价值 还会一笑大方 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 要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了解自己的长处和能力 找准自己的位置 不能盲目攀比 简单崇拜 否则只会徒增烦恼 一事无成 好